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武汉八宫房子外 挤满了拍照打卡的年轻人 那除了他们 这里还站了哪些人 有相机的地方就有江湖 八宫房子外的摄影师们卷了起来 以前就是这一圈 我们有四个人在玩 二十多人 有人转相机 有人拼招牌 还有人提供起了情绪价值 女孩子们就是要多夸一夸 夸一夸她自然就开心了 但除了他们 我发现了一位在江湖里躺平的年轻人 我是一点都不想说话 INFP你知道吗 我就这种人家 我的话就交个房租 剩不下了 找工作没有这个自在 自由职业比较好 讲话的这位小哥姓善 00后 19级摄影专业 毕业之后他没着急找工作 而是去大梁山 支教了半年 教语文 小学 那当时家里人是什么 不支持 基本上我是不跟家里说话了 然后自己出来的 这个相机多少钱 之前用的一个索尼 那个索尼在家里 这个是前两天买的 8000 那你哪来的钱 就之前挣的嘛 然后之前的相机是用家里要的 小哥告诉我 自己最喜欢人文摄影 喜欢去抓拍 接上人们热情的面孔 我不是像他们一样 为了挣钱 才加入到摄影里面 把视线离开拍照的人群 我发现两位在八宫房子外 不停穿梭的老人 他们说 他们在寻找一家 80年代的俄式餐厅 聊天结束后 爷爷奶奶走进了一家 网红饮料店 然后消失在了我的视线 下午四点 八宫房子外的幼儿园放学了 但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似乎并不知道八宫房子是什么 你知道什么是八宫房子吗 八宫房子 他不知道 不知道 大宫房子我没说过 天黑了 最后一个离开八宫房子的摄影师 是韩大哥 他告诉我 自己的主业是做服装成衣 来这儿是寻找一些拍摄服装的男模特 来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了吧 有找到何事了吗 找到一个 我跟年轻人不一样 很多都是大学生过来拍的 二十出头二十多岁是吧 所以我现在这个心态就是比较平和一点 去找到自己的流量密码 这个时候才能让人生有一个转变 韩大哥告诉我 这两年自己遭受了家庭的变故 生意的实力 来八宫房子 也是希望能够去寻找自己的出路 我估计那个四十五岁之前是绝对是OK的 我现在四十一了 在这儿是走来那条路的 这个东西就是随缘吧 同样寻找出路的 还有白天那位摄影师小善 他告诉我 来年他有新的打算 去继续自由的生活 说实话我已经厌倦这里了 我想换一个地方 等春天吧 冬天就这样过了 拐角处 爷爷奶奶还在路牌里 去寻找他们过往的记忆 一个我们的孩子应该是这个